呀 呀 呀 叶玄 我送你回去吧 我送她回去就好了 我去要她一会儿帮我工作 这都几点了 我们芭芭艾德不支持员工讲的 这一点我自有分寸 叶玄是我们芭芭艾德的员工 我有责任 照顾好她 同时她也是我的一方 她需要对我的工作负责 哎呦 你们这是干嘛呀 我 好啊 那就看他自己的意愿好了 诚哥 要不然你先回去 那还是家坊 你放心 我搞得定 慢走啊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 我说我 我说我脚有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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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好了 好了 真没事 我可以走了 好啊 你骗我 你慢点 你慢点 你慢点啊 接下来 这个宣传视频的走向 胡亚妮 个人影响力太重了 不能让她因为她的个人影响力 可以覆盖 浙雅轩这个品牌的 辨识度 这个我们已经在解决了 那就好 然后呢 就这样吧 没有别的问题了 暂时没了 你就为了这点事把我叫回来 这点事不重要吗 重要重要 你的事最重要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知道千蕾对我好多重心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喂 诚哥 喂 诚哥 叶隽 你上网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那天你摔下去的画面 被一个经过的老乡拍了下来 他随手传到了朋友圈 朋友圈呢 又有人随手把他传到了网上 所以现在你火了 好 我现在去看一下 还有 瞧你小子 都什么呀 你看 你看 啥 啥 这还挺甜的啊 那个偶像剧那份 你和李总监 彼此就没有一点那种 碰人心动的感觉吗 当然没有了 我怎么这就是意外 你看我摔的 这 这 这 所有的爱情 它都源自于意外 要不你俩来 真的呗 诚哥 你紧张什么呀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就是喝水枪子了而已 我看你那喝的不是水吧 算了 我觉得 这李泽南 根本就不适合叶璇 我就觉得很合适 璇璇 你想啊 你俩以后要是在一起了 咱爸爸爱得以后就不缺效了 把我当 李首席 胡闹 咱们是一家广告公司 不是婚解公司 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呀 都想想怎么服务好项目 而不是怎么服侍甲方 入行的时候 行规大家都知道吧 甲乙双方禁止谈恋爱 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知道吗 知道 算了吗 算了吧 叶子总好啊 叶子总好啊 南哥 没想到你上街还挺帅啊 是不是很闲啊 再给你家十额客户 别啊 南哥 你要再乱说 今年的年终酒就不要想了 不是我乱说 这公司里都流传着呢 李总监英雄纣美 小以芳 以身消失 还说 你还要再乱说 郑亚轩的视频马上就要投放了 注意关注于晴 还有 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向我汇报 是 南哥 赶紧去 你还要再乱说 南哥 你们是不是真的好上了呀 欢迎来到巴巴爱德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 我找我二媳妇 您看这儿哪位是您儿媳妇啊 您看这儿哪位是您儿媳妇啊 您 妈 您怎么来了 我给你熬点鸡汤 妈 你怎么来了 儿子 哪儿 咱们 你怎么回来了 喂 来 去 那个 那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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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儿子 喂 喂 喂 啊 我这儿信号不太好 我 我出去跟你说啊 雷哥刚刚不说 我一会儿就吃饭了 对对对 我早就饿了 走了 走了 走 小心 你饿了吧 给你熬的鸡汤 妈 过来坐 您怎么大老远的 还跑回来给我送汤啊 谢谢 这也太劲爆了 我是真没想到 他们俩居然会是两口子 难怪那天咱俩的医院 艾德呢 什么情况 你们都知道了 就是我那天摄上去医院 我跟诚哥在医院看到他呀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当时不也不确定嘛 那也许啊 以后要是有这种八卦 你要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的呀 雷哥 你来爸爸最早 你是不是早要找他们俩在一块了 快说 快说 不知道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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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其实 你只要不影响发工资 你管人家是不是两口子呢 对不对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呢 多喝点 这是我炖的乌鸡汤 炖了好几个小时呢 你要不要来点 要我 我不 再喝点 嗯 妈 够了 够了 妈 妈妈 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 请您要来这儿的话 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们俩这事 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 这事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而且这好事 你以为能藏得住啊 确实 妈说得对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没什么必要藏着掖着 不错啊 不错啊 质感确实不错 这个片子上线之后啊 流量表现很不错 相对来说呢 叶玄和李泽南那条视频的流量 就下去了 应该是奥可现流了 李泽南是甲方 他们如果还不控制 对他不好 徐总 那咱们隔壁西角城的广告 咱就不剪了吧 那不行啊 该接一样接啊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谢谢 谢谢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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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 你是怎么使片子啊 怎么 片尾配乐有问题没发现吗 因为你没有购买 季如新的音乐版权 现在他们公司要告我们 给你们新一拳 立玄 怎么回事啊 我记得当时沈阳片的时候 片子没有配乐 我觉得季如新的挺合适的 就用了它的 可我记得给您看片子的时候 跟您提过版权的问题 您沈阳片的时候也挺满意的 所以我以为 您已经跟后期公司 沟通过版权问题了 那你觉得是我的问题吗 你作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 难道你不应该把音乐问题 一起解决了吗 林首席 这件事情 叶璇确实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但是沈阳片最终是送到您手上审核的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应该是追责 而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 周董 你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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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这就过去 好 一会儿见 周峰应该是知道版权的事 让咱们过去 徐总 我跟您一起去 毕竟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我也去 又不是提案搞得这么踊跃干什么 那小问题能解决 叶璇跟我去 其他人继续工作 下去啊 徐总 因为音乐版权的问题 这条视频已经紧急下线了 不过季如新的粉丝 依旧在网上恶意评论 这对奥克还有志亚轩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奥克的风格我不多说了 你应该清楚 这件事情呢 的确是我们的责任 给客户和奥克造成了损失 我们会按照合约来赔偿的 好 周总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工作疏忽造成的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点时间 我一定拿到音乐版权 浅楠 这就是你英雄救美的姑娘版 性格不错 可是你知道吗 姑娘 季如新的经纪公司 是业内供业的男高 季如新本人的性格也 再加上这件事 你说 怎么拿这个音乐版权 周总 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我向您保证 我们一定能做到 好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内 我不会让奥克的法务部为难你们 但是三天之后 我们就只能按合同走了 成交 这姑娘有点意思 工作能力特别强 二位就放心吧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 那我们先回去想办吧 好 那您先忙着啊 谢谢周总 让法务部开始祈祷赔偿协议 让法务部开始祈祷赔偿协议 周总 刚刚不是说好 给他们三天时间的吗 泽南 视频的事 在公司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 别忘了自己 甲方的身份